这个施呢 首先它的性质是阴的 风是阳性的 施邪它这个蔫坏的 它不像寒邪那么直接 它就我冻死你 或者我病死你 施邪是默默的 默默的消耗你 所以我们说施为阴邪 而且易伤阳气 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缠绵不育 这边要且治不好 它表现出来是对肌肉的侵犯 表现出来是肌肉的这种酸痛 或者浑身的这种酸烂 反正就是头上像裹了一圈湿布一样 头重如裹 然后无精打采 而且施邪还有个特点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分泌的液体 都是那种混浊粘腻 沾粘的 很多人说自个而已流眼泪 但是施邪这种人流的就是眼屎 甚至早上起来 这这么呼 能把眼睛呼上 睁不开眼 还得临时闹点水 把眼睛给洗开 鼻涕不用说了 也是那种粘稠的腥臭的 有的人说流青鼻涕 流鼻水 那不是湿气 那是什么血 那就是寒邪加湿 我们空气中的湿气凝固以后 就会变成水 它就变成了寒饮或者寒痰 或者叫寒水 或者变成了水 还有一个特点呢 叫湿性下流 什么叫下流 它容易往下 脚丫子呀 湿气呀 上次我们说的那猫耳洞啊 它就容易往那去聚 阳气旺的地方 不会有 而且它两个极端啊 阳气特别足的 会把这个湿蒸腾出去 蒸腾出去啊 变成气就散了 还有呢 特别凉的地方 大家记住 南极是特别冷的地方 但南极的湿度是最低 最干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 全部被冻成小冰茬 变成有形的东西 就坠下去了 所以呢 特别热的地方 或者是特别寒的地方 它不会有湿血存在 就是在那个热也不是热 是凉也不是凉 然后就是那种胶骨纠缠在一块的地方 湿血是最容易出现 所以这个我们中医观察到了 湿血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邪恶的能量 一旦感受到它以后 你身体就会出现相应的病症 或者是严重的这种病痛 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 当一个致病的原因去研究 然后我们要研究出解决它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 我们看看 发现如果我研究一下 大概没有研究 missions 尤其是我们的研究